冬去春来 天暖花开 欧洲目前正处在百花针烟的花香季节 荷兰年度盛世花车巡游也登场了 对外界来说 这是赏花观景的香气盛宴 但是对荷兰人来说 意义更深一层了 因为离家工作的孩子难得回乡 和老人家一同装饰花车 带来的是比花卉更宜人的幸福时光啊 这是蝴蝶与蜜蜂的节日 但更为甜滋滋的 是难得相聚的亲密时光 今年的荷兰花车巡游 两天一共展出47辆每轮每换的展品 大型花车可以用上40万朵花 需要20个人 不眠不休 装饰两天两夜才会成行 辛苦归辛苦 但对花娘子而言 苦中总有一点甜 很棒的 做什么 和一样的 也很棒的 让你母亲和女儿 也帮助成一个美丽的车 也很棒的 让你做什么 每逢春天 从诺德维克到哈勒姆 长达42公里的路上 都会飘散花香 品种各异 分方浓淡的花束 装点汽车 沿途为大地注入生命气息 花车巡游起源于二战以后 荷兰人以代表生命绽放的花朵 宣扬厌战器武的和平人道精神 如今迈入第69个年头 却不忘当年的初衷 还默默地守护着家庭的温暖烛光